一罐罐保健食品赶紧上架捕获 近年来国内健康意识抬头 加上防疫逮口罩感冒人数下降 保健食品的销售量却大幅提升 因为一些临床报告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说保健品的话 大概是维他命C跟D3是最夯的 那当然再来就是含姜黄的 或者是一些普聚多糖体 对我们整个呼吸道 有一个预防的感染 对抗新冠病毒增强 抵抗力最热门 莫过于维他命D和维他命C 国内保健食品年产值 已经连续6年呈现正成长 2020年更冲上195亿 年增9.78%刷新历史记录 然而民众药局风买保健品 也经常发生小趣事 药局人工破文说常常有婆婆妈妈 总是询问小朋友可以吃吗 了解后才得知 原来他们口中的小朋友 早已是成年人 真的会以为说是比较小的小孩 在药师的话其实都还是会询问一下 他的年龄跟体重 来介绍比较适合他的一个单位跟剂量 或许在爸妈心中 孩子们永远都是小朋友 但不论是药品或保健食品 都得按照剂量来服用 在专专业人员指示下 照安全 八大新闻 终于是许前采访报道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